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婚夫李晨爱的甜蜜 见少一阵都无得 冰冰日前来港出席活动后 原来已转飞巴黎出席时装周活动 李晨刚巧在维也纳拍摄内地综艺节目《奔跑吧》第六集 知道未婚妻同样在欧洲 于是完成工作后立即飞往巴黎会和冰冰 有网友在当地发现他们 拍下片段放上网 片段中 身穿大衣的范冰冰先不出甜品店 李晨随后现身 大访的跟粉丝打招呼黎明被曝妇女恋 新欢性格外形神似乐今儿香港媒体报道 与前妻乐今儿离婚已经六年的天王黎明 近期已私已有新欢 对象很可能就是她工作上的重要女助手 今年32岁的阿威云 报道说 阿威云现在黎明经营的唱片公司Amusic担任营业部经理 对于公司决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是黎明工作上重要的左右手 今年51岁的黎明 2012年与前妻乐基儿结束四年婚姻之后 几乎成为非文绝缘体 也是90年代四大天王当中唯一单身者 不过八日香港媒体爆出 黎明疑似与女助手阿威过从甚密 阿威也被拍到独自开车离开黎明住所 回到唱片公司大楼后 又把车子停在公司专属车位 行为举止已与女主人无异 报道说 近期黎明每次要到外地工作时 阿威都会主动要求跟在身边 但黎明不希望过于高调 所以都予以拒绝 即使在香港 两人进出也都一定分开乘车 然而矛盾的是 阿威原本住在香港郊区国宅 最近也已经搬进黎明提供的豪宅 也就是黎明当年迎娶乐基儿时所购置的爱潮 报道说 阿威不仅外形神似黎明前妻乐基儿 从他在社交网站贴出的内容看来 性格活泼 喜欢夜生活 也与乐基儿有几分相像 阿威二十几岁时离过一次婚 又比黎明小19岁 港媒也以妇女恋形容两人关系 不过乐基儿也比黎明年轻十四岁 显然黎明始终偏爱这个类型的女孩 一年送花十几次给老婆 甄子丹自嘲不是好老公武打明星甄子丹 七日在香港出席活动时 肉麻七夕对媒体说自己跟老婆天天是情人节 两人因为聚少离多 因此自认不是最好的老公 甄子丹自爆平常夫妻生活都是由老婆汪诗诗制造浪漫惊喜 所以她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应该要多多努力 不过 她倒是对自己送花给老婆的举动挺自豪 甄子丹说 一年十几次 花店做我生意都很开心 汪诗诗是否曾经向甄子丹抱怨说她太忙于工作而不够浪漫 甄子丹笑说 一个爱你的人永远不会投诉 我们是老夫老妻没有激情 所以老婆从未投诉过黎明离婚六年抱新恋情 新欢神似前妻乐姬儿五十一岁港星 黎明2012年与前妻乐姬儿离婚 重回单身生活至今 某香港周刊爆料 黎明享受单身生活长达六年 终于在今天有了新欢 据香港媒体报道 黎明的新欢对象 正是外界盛传已久的女助理阿威恩 两人这几年早因过从慎密成了港媒跟拍对象 但始终没带到恩爱画面 但据了解 阿威恩已在日前悄悄搬进黎明 位于香港双鱼河的知名豪宅 封刺的是 这间黎明当年豪至六千万港币买下的豪宅 有着她与乐姬儿共筑爱潮的恩爱回忆 只是如今早已人是全非 据了解 阿威恩近来深或黎明气重 目前她在Amusic担任营业部经理 据爆料 阿威恩外形与乐姬儿神似 也因为年仅32岁 黎明非常疼她恋爱进行事 杨成林和她 有幸福约定沈进在与歌手李荣浩的恋情当中 杨成林好像变得越来越美 杨成林说 他和自己约定好 要做一个放松但是有态度的人 过去杨成林喜欢把自己绷得很紧 觉得有机会就做 还把做好当作是自己的使命 不过随着转化对表演的热情 杨成林现在面对机会 会先看她能不能引起自己的共鸣 然后才去考虑能不能带给别人共鸣 杨成林说 每次拍电视 电影自己都投入许多 心里比较在乎是其他人看见如何的成果 她微醋眉头说 我真的不太喜欢让人家知道我做了什么 杨成林曾经试着传达表演过程的心情 历程 但其实她认为这些话说出口变得很解嗨 这次她登上Vogue杂志封面 摄影大队拉到南韩首尔去工作 杨成林裹着白色羽绒外套 故意装作凶狠说 不要叫我在户外拍窝 但其实她心情很好 工作也很敬业 在拍摄过程中线条逐渐放松 展现出释放自我的姿态 爱情让杨成林放下包袱 她承认男友功不可没 因为李荣浩超松 超坦然 在她身边 可以放心不再躲藏 但她还是认为女人不能只有爱情 要练习和自己相处 要懂得安排自己 处理好自己 不要闲着没事胡思乱想 一年送花十几次给老婆 甄子丹自嘲不是好老公武打明星甄子丹佐 七 日在香港出席活动时 肉麻七夕对媒体说自己跟老婆天天是情人节 两人因为聚少离多 因此自认不是最好的老公 甄子丹自爆平常夫妻生活都是由老婆汪诗诗制造浪漫惊喜 所以她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应该要多多努力 不过 她倒是对自己送花给老婆的举动挺自豪 甄子丹说 一年十几次 花店做我生意都很开心 汪诗诗是否曾经向甄子丹抱怨说她太忙于工作而不够浪漫 甄子丹笑说 一个爱你的人永远不会投诉 我们是老夫老妻没有激情 所以老婆从未投诉过